选择 等你来选择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辽省地区 唯一一档中老年相亲节目 爱的选择 我是一心为您寻找幸福的主持人 大宝 大家好 我是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瑞来 欢迎瑞来老师 嗨 大家好 培根曾经说过 爱情可以使漏室变为宫殿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您的朋友瑞来 欢迎小红娘文文 欢迎文文 大家好 拥有了爱情并不等于拥有了生活 因为生活是一种责任 我也然是矫尽脑汁为您出生 美好姻缘的小红娘文文 同样要掌声请出我们 今天来到现场的八位漂亮的姐姐 有请她们 有请 智慧与美貌并存 我是王燕华 爱笑的人运气永远不会差 大家好 我是丁玉香 学海无涯 我是不断学习的张全 提起火爆不是我的性格 我是可言可甜的四号女嘉宾宋言春 我是尹美心善的唐秀平 愿得一言心 白手不分离 我是高下 善良的人运气永远不会差 我是善良的杨贵斌 人要爱自己 我是静致的贾桂莲 这个作为一个男性 场上唯一现在站的男性 那场上八个姐姐谁打仪啊 问你呗 对 你给我挖坑我是谁 你老给男嘉宾挖坑我也尝试一下 那你觉得在场上的这八位女士 谁长得最不好看 这坑挖的鱼 你这一瞧下去至少得二米深呢 对呀来吧 我救你 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我觉得今天在场上的八位姐姐 都不好看 都很好看 就你最不好看 那好吧 就给我舍得出去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叫各花入各眼 每个人心目当中呢 都有自己的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 就看大家有没有演员 像大家所说的那种 我问你吧 场上谁最漂亮 来吧 最不算坑 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个任何褒贬的意思 就是我觉得从这个外表 就第一个形象上 我觉得六号姐姐 就一直是一个很端庄的形象 应该很打人 打扮和气质符合 是吧 高夏阿姨 那绝对是爱的选择 女神般的存在 那绝对女神级都跟你讲 其实我们爱的选择 咱们说通俗一点 就是一个相亲的现场 对 那在相亲的时候 你说什么样的这个 印象或者是哪一个方面 会第一眼要让人打动呢 我觉得吧 第一次相亲 大家必定看的是细节 反正我是看细节 好 那我想问一下 场上的八位姐姐 就是今天在我们爱的选择的 相亲现场 您觉得您第一眼看到男嘉宾 会关注到哪一个方面 来 一号姐姐 我感觉端庄即止 把第一印象 看外在呗 就是端庄举止你是说 首先对 外在形象第一 印入眼帘的肯定是第一形象 形象第一 对 然后谈吐第二 对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深入了解 挖掘 那如果 有几张银行卡 有多少钱 您没说到那 没说那 往后的 就你会细节注意到哪呢 一出场的时候 给人的第一印象 最起码要端庄一点 你都没说到点上 我第一眼就看指甲 看指甲 指甲脏的 我是非常讨厌 好 还行 还行 昨天刚休晚 第一眼看到男生 男嘉宾 你会注意哪个方面 我要看整体形象 整体的形象 你说形象是整个人的形象 还是 身高啊 体重啊 这有要求吗 还是衣着打扮呢 就是 外观第一印象吧 外观第一印象 就是我具体一点 身高有要求吗 身高最好是高一点 但是不是太要求 咱都不知道多高 高一点 别太有要求 反正是 我说你多高 你就应该多高 高了矮了 我都看不上 就完事了 也不是看不上 他自个儿定的标准 对 因人而已 其实我觉得聊到这个话题 其实也是想说一下 就是大家可能在我们爱的选择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我觉得一出场 咱得打赢人 没错 俺反正不知道你们喜欢傻样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那认真工作男人 是最有魅力的 太让着迷了 我今天准备了三张照片 咱看一看呗 看一看认真工作的男人 是傻样的 看看姐姐们跟我的感觉 是不是一样一样被招眠了 我这张照片老像一个 咱现在一个电视演员 这三张照片就长在了 咱们小红娘文文的这个点上了 没错 他可能觉得认真的男人是最帅的 而且是在认真工作的 我不知道 可是玩飞机是他正经事啊 正经的呀 绝对正经的 专业的 专业的 职业的 那叫航母 那可能是高科技人才 是 是不是啊 有请庐山真面目 本场男嘉宾 有请 好了 男嘉宾上来挺不客气的 说了一段词 啥子挺不客气 多客气啊 多有礼貌啊 有言有才都让你战胜了 来吧 来 问一下一号姐姐 这个算端庄不 端庄 端庄 可以 他说的字个儿有言有才 对 你觉得是不是不太谦虚 还好吧 还好 就你看上的男人哪就好 就第一印象现在不错是吧 好 来 韩曲还挺夯后的 再了解吧 好的 距离你的要求有多远 他现在还没达到 不远 还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个不好说吧 看感觉吧 好的 你就在感情这个细腻上面吧 我姐姐们 姨们 你们别对叔叔有过高的要求 因为他一直是在研究飞机 是沈阳飞机研究所退休的 这么多年竟研究飞机了 很少研究人 他的朋友经常说 这人如果会研究人的话 早就不是单着了 老优秀 现在还开公司呢 而且来的时候还跟我们导演说 可着急了 今天我抽颗库来相亲 一会儿就走 一会儿我就得买票 出差 那赶紧 时间紧 任务重 这样 来 是也挺的 问一下几位姐姐 对我们男嘉宾第一印象如何 尤其是在闻闻爆料之后 怎么样 是吧 来 四姐 四姐 实际上男嘉宾挺好的 哪儿好 人好 怎么就看不来人好呢 那个长力帅 还赶紧力着 四姐也夸不容易 吃 哎 二伍听上 souls 都认识四姐 男嘉宾输了 让四姐 画那可真不容易 唉我跟你说哈 这里有一个惊爆的内幕 四姐 我说 您俩可是乡国秦的 在这跟我装啥假呀 你俩呀 好 那是好像是去年前吧 2000年 2000年 哪年哪月哪分 那差了二十多年了 2020年 对2020年 你整个2000年 22年前就认识了 那不对 我现在是一片空白了 一见到女人不会说话了 看见你我就不会说话了呗 哎呦我的天能让四点 他俩还搁这人打轻骂歉上了 我还是看不下去了 这就开撒狗粮了 来给其他姐姐点机会 来六号姐姐说一下 男嘉宾挺好的 男嘉宾给我的感觉挺好的 研究飞机的 下一个例子 然后挺有柴的 六号你嘉宾 您是不是不太爱说话 你怕不怕 就是研究人员也不咋说话 你家无意地做乡 那你俩在一起 那过日子不说话啥的 就能听到飞机上嗡 你爱说话不 我爱说话 你爱说话 不嫌我说多就行 家里有一个爱说的行不 你看你都不对话 他就点头 我就说了嘛六号姐就是 嗯 挺好 挺完事了 我爱说话 你这个家真就正点啊 点头摇头 点头yes摇头弄啥的 你能说话呀 听话也行 来吧 起汗 挺有才华 你觉得男人的才华当饭吃吗 不是说当饭吃 男人定义得有气质 有才华 就是他这个才华必须得是实用的是吧 对 您研究飞机挣的也是不菲吧 工资啥的 退休前的还是 你甭管退休前退休后 退休前的也应该在存折里 那你说的话 干嘛呀 是不是不菲呀 三点钱都给儿子打工了 哎呀 那好 退休之后 退休之后 原来开个公司 我一看 退休了也不要太忙 就给朋友了 现在帮朋友打理公司 那你大概每个月 您的才华换了多少钱 我没按天数 也没按月数 您正年薪呢 就是有公司好了 我就得点 公司不好 那我就不得了 具体数不好透露 具体不 是有项目吧 就个项目提成 数 我就这么告诉你 范围 范围 跟我工资差不多 跟那工资 工资数 就这一架飞机 我的收入至少罢了飞机榜吧 那够用了 够用吗 咱得说男人有才的 有才华的换来经济效益 对不对 对 是 好 现在哪有白贵人的 来 8号姐姐 第一印象如何 男嘉宾高大 帅气 阳光 一周也挺讲究 也挺立着 挺好 我就看嘛 自从文文报完料之后 研究飞机的 还开公司的 这大伙就全说好话 立刻全是好评 既然印象好 我来看看亮灯的情况 来 1号 2号 3号 4号 四位姐姐 对我们男嘉宾 第一印象如何 是否愿意亮灯 请选择 好 5号 6号 7号 8号 是否愿意亮灯 请选择 哎呀 满堂彩 谢谢 就是这个叉叉叉 这个亮灯的这个声 特别急促 没给你云控 知道吗 没有任何停顿 对 没有停顿 没有卡顿 真的 所以呢 我觉得咱们今天 男嘉宾真是来找了 大家都欣赏你 我看呢 你那衣服上 还挂了一个墨镜 逐渐什么 时尚当中 透露着内心的小心思 是不是啊 咱们仅仅搞科研 这也是开车的镜 开车的镜 开车 你说你 咱戴上 开车戴眼睛戴墨镜 你站着 你戴上看帅不帅啊 咱得看哪 那你心帅啊 对吧 你戴上像电汉的那也不行 是不是 帅不帅 哎呀 我没有事啊 帅不帅 帅 帅 墨镜一戴 谁也不爱 对 男嘉宾 首先我觉得是满堂彩 场上的八位姐姐 都是为你亮灯了 感觉如何 感觉心里挺高兴的 感谢八位女士 感谢就对了 这样 接下来呢 就要你做一个 痛苦的选择了 八位都亮灯了 但是你只能选一位 作为你的心动女嘉宾 来 八位姐姐 你可以 环视一周 然后在我的题板上 写下你心动女嘉宾的 号码牌 选一个 你还挺贪心 爱的选择是单选题 我先多选两个 完个里头挑一个 你最后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 好 我怕有选一 你不选我 他是选几个呀 他写完数字之后 后边有写个号的 所以说咱以为选俩呢 其实他是选了一个 好了 那么我们男嘉宾呢 已经选择了一位 作为自己的心动女嘉宾 没错 那么我们的系统呢 也会根据我们男嘉宾 择偶的条件 为他制推一位女嘉宾 到底是几号 咱们稍后为您揭晓 我相信啊 在场的八位女士 肯定对咱们男嘉宾 特别感兴趣 而且非常想快地了解她 来吧 咱看大屏幕 百忙之中来相亲 女嘉宾直呼不喜欢 五点五十六 先通知我一下 我不喜欢 主持人初题刁难 男嘉宾语出惊人 自称心事重 男嘉宾我问你 今天场上八位姐姐 你最想带谁出差 来 抬头 你想带谁 我心事也挺重 你心事也挺重 男士做了啥 惹得现场众人 爆笑不断 你嘉宾你是逃跑了吗 怕他要给你葫芦倒了 是吗 男嘉宾 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北在哪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马上回来 品牌惠明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来自保真堂的 一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 好携带 说起这沙企马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 还能拉丝 甜蜜的香气 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沙企马 还是在用木糖醇 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一生菌 除此之外 还添加了南瓜籽 葡萄干 白芝麻等 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坚果的数量 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 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酥松软糯 不粘牙 添加了丰富一生菌和坚果 无糖 清甜 不油腻的山药 坚果杀芹麻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 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 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 这保真糖 一生菌 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 就正合适 最主要的是 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一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 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 才99块钱 买三盒 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 咱们特地抓住机会 这添加了一生菌 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杀芹麻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用木糖醇 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这里面还添加了一生菌 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一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杀芹麻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 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一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杀芹麻 软糯香甜 好吃不粘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精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一生菌 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动物油 木糖醇代替蔗糖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 一生菌木糖醇 山药坚果杀芹麻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会活动 只要99块钱 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 6盒铁棍山药坚果杀芹麻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拨打电话抢购吧 对咱们男嘉宾特别感兴趣 而且非常想快点了解他 来吧 咱看大屏幕 严身不能总是一帆风顺 起起伏伏才是常态 所以必须有个好的心态 我是崔寿远 今年62岁来自沈阳 我做过工人 也当过工厂厂长 不管在什么样的 人生时刻 我都能从容面对 我是沈阳飞机研究所 无人机部退休 现已退休两年 退休后跟朋友 我现在还在开工时 工时主要经营 飞机制造和飞机地面设备 等远见开发 全国比赛我经常参加 就是不参加也关注 另外我还喜欢打乒乓球 健身 有时候经常跟朋友 出去旅游走一走 现在挣钱对我来说 是不是很重要的 而是享受人生 经常在国内国外旅游 走走 我父母健在 为了照顾他们 现在我跟父母住到一起 不过我的房子也很大 三十两厅 带花园 家里的条件也不错 我退休工资 每月五千六百块钱 有房有车 没有经济负担 儿女都独立 我现在要享受人生 找一个伴侣 生活就更美满了 爱的选择我来了 刚才通过一段短片 我们对男嘉宾 更有了一个深入度的了解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小姐 因为我觉得到姐姐们 现在这个年龄 可能更多的是希望 有一个能时常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另一半 对享受生活 但是我们男嘉宾好像现在还有公司要去运作 可能出差 不经常出差吗 可忙了 刚跟南京回来 刚跟南京回来 而且刚才也说了 录完这场的时候 马上还得走 去哪儿啊 去大连 去大连 这个您一般 5点5点5时要飞托 先通知我一下 5点5时 好 肯定保证您安全出行 我想问你一下 就比如说你出去一次 多长时间回来啊 对 就大概的周期和频率 一般的最短的一周 一周 最长的两个月 来吧 在场的八位女士 八位姐姐 有没有介意你自己的未来的另一半会经常性的出差 没法陪在你身边的 我可以带家属 他可以带着你去 还可以自己凿巴了一句 凿巴了一句我觉得很关键 来 四姐说一下 我不喜欢 为啥 把我夜扔掉了 那我多难受啊 你不也老出差吗 老旅游去 那我能出院 那我不姨儿嘛 对 那我要找到另一半的时候 那他把我夜扔家 那我还找另一半干啥呀 他带你去的话呢 那行啊 他出差带你行吗 行啊 赶着呢 但是人家出差可是干正事 就只能给你扔酒店 那我他办他的事我去玩我的呗 那你还不如个家带呢 这样就可以 到那地方不公出吗 不用自己花钱 哎呀 我的天哪 哎呀 我的天哪 这心思 那咋的 你得回过日子 实在是高 这便宜占的 大部分的 这便宜占的 谁接受不了 就我不想这么天天折腾 这一星期一老走老走的啊 来我找一个 您觉得这场上谁比较那种爱宅在家里的 你感觉啊 看一眼 感觉啊 感觉啊 感觉七号 七号你嘉宾来 这实在爱在家里 觉得没事儿 不愿意说的来回日子 就算不如了 各家 那比如说这个 您今天和我们男嘉宾牵手了 他总出差 这事儿您介意吗 我不介意 刚才男嘉宾也说了 他的这个出差的这个频率可能比较频繁 可能昨天去南京了 对 然后今天 昨天晚上回了沈阳 但是今天下午就得去大连了 然后明天从大连回来 后面又走了 行吗 可以 就跟你就是二马一戳凳 什么二马一戳凳 不是 真的就见面回来了 我走了 就这点 吃这个功夫吗 我也提个问题 你看我这问题提得好不好 到不到位 到不到位 男嘉宾 我问你 今天场上八位姐姐 你最想带谁出差 这问题 侠姐行不 行 来 这不算个坑 这顶多算个半鸟石 来 你说吧 最想带谁出差 本来报想买个房车能多做些 对吧 不是 我觉得今天男嘉宾真的 就带一个 就带一个 他只不过给你放个半鸟石 全部在线 你把半鸟拔了开 呈现出一大坑 来 你回答吧 你竟想就厂上 只能带厂上的 你不整房车吗 你想带谁去 来 抬头 你想带谁 来 我心事也挺重的 心事也挺重 给梁叔叔心事了 还给他满路了 你现在解释已经没有用了 我不会有人同情你了 我为啥要说 我为啥心事重的 我想带那人怕他不喜欢我 你先别管他愿不愿意 你先说 这个 我觉得是个很高的一个回答 你可以挨个问 说你 要不愿跟我去啊 挨个问 我现在去 问这一圈 那我提醒你啊 随便 随便啊 问这一圈啊 你可能也该下去了 来 问 一号愿意去吗 有缘分的话可以 他说有缘分 就那意思咱俩得牵手 要我没有名分跟你去 对 好 你还要问谁 还要问六号 六号 六号姐姐 可以 就是你俩现在 相信到这种程度 你是有心和他去出差的是吧 有可能给他个 让他带你去出差的机会 是吗 机会 给亮吗 可以 就是要是现在邀请 肯定不能去 但是有机会 但是有机会 签手了 对 确定关系了 那肯定 好 那肯定的 还想问谁 来 再来 不够 那房车 那房车就做俩啊 对 再来 八号 要是有缘的话 可以 如果要是真的没有一定的关系的话 凭什么上你的房车呀 怎么能够随意上别人一个男士的房车里面去呢 所以这是女嘉宾回答的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里面啊 大哥 我给你一个提示 咱好心今天是一定要相亲 想要奔着成功去的 对吧 所以你那个房车 你刚才一定是开的玩笑 你说你想多拉几个去 如果你要是组团旅游 你多拉几个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是本着相亲的目的 你要多拉几个 咱们几位姐姐 那心里面打小九九了现在 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证明啊 你知道不 你现在要我选这么多 谁要你选呢 她刚才问 她刚才问小姐 你为啥要选这么多呀 我的问题很简单 她有父母呢 你最想在场上哪一位女嘉宾出差 她说我想多带几个 她说我想买房车 多带几个 一定有这句话 既然都已经多选了 为啥就选这仨呢 为啥选别人 不选别人 那嫌这坑不够大 体型太大埋不下 埋不下 其实说到喜行 刚才短片里边说了嘛 这个我们男嘉宾啊 平时有打乒乓球啊 健身的这种爱好是吧 但是 我看不像健身的爱好呢 我不像健身的 就打体育运动 发胖了 我给你个机会 就是 你跟女嘉宾多交流 你有爱好 人家也能有爱好 你问问她们 谁有爱好 好吧 爱好啥 对 再给你机会 再接着问 工作可以陪你去出差 出差了问一圈了 再问有什么爱好没 再问一圈 我说六号有什么 业余有什么爱好 我的业余爱好 我的业余爱好 现在就是有一个舞蹈队 跳民主舞 就是每周有两次 每周两次 您是教她们跳啊 不是 学 看点头要头了 那这一次 你多长时间一天吗 一天 早上到晚上 对 那这样 邀请一下六号姐姐 教男嘉宾几个动作 好不好 你学一下 好 我发现六号不爱说话 她是个敞亮人啊 刚说来 别爱一下 我就发现了她不说话 但是我让她动起来了 马上就动起来了 李嘉宾你是逃跑了吗 她都给你葫芦倒了是吗 男嘉宾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 北在哪 北 我就冲北 冲北 来吧 六号姐姐 这个刚才这个跳了一个 也就不到一个八拍 对呀 就结束了 就匆匆忙忙下去了 为啥呀 你是觉得跟她同台心里有阴影吗 你是认为她朽木不可凋液吗 我怕耽误她时间 看六号姐姐这心灵神会 来吧 往下一个走 还想问谁有啥爱好 来 不想问 刚才吸取房车的教训 问一下一号女嘉宾吧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没有 就是挺执着的一份爱好 对 就是特别喜欢做的事 我没太有什么爱好 前半生就忙着 生活 生活 后半生还想忙着生活 后半生呢 我就想找一个懂我爱我的人 首先我没得退休年龄 我还要 我还要 继续工作 对 继续工作 之后呢 在业余的时间也可以跟爱的人 一起出去玩一玩呀 也是旅游吗 可以的 就如果是出差的那种形式旅游 可以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好的 那么大家呢 也是对我们男嘉宾 有一个这个了解了 那到我们男嘉宾的情感经历是如何呢 请看大屏幕 来 夫妻要人拔刀相向是为何 就犹豫了一会儿 完了他就提了菜道就来了 男嘉宾择偶要求大公开 子女竟是首要条件 那有儿的我就 尤其没结婚的就更不能扛 女儿的可以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马上回来 品牌惠名万里行 厂商原产地职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 是来自保真堂的一生菌 木糖醇山药坚果沙漆马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干净卫生好携带 说起这沙漆马啊 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 酥松绵软 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 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 咱们的沙漆马呢 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 无糖吃得更放心 还添加了丰富的一生菌 除此之外呢 还添加了南瓜籽葡萄干 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 美味的同时 营养丰富健康实惠 咱们肉眼看得见 酥松软糯不黏牙 添加了丰富一生菌和坚果 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漆马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漆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自从我戒烟以后啊 就是老是想吃点东西管不住嘴 老伴给我买的这保真糖 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漆马 就正合适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折糖 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 吃了它营养丰富 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 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这添加了益生菌木糖醇的山药坚果沙漆马 是方便又好吃 金黄酥软 香酥软糯 里面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 另外这里面还添加了益生菌促进消化吸收 老人孩子都适合吃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漆马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漆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 博打电话抢购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保真糖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漆马 软糯香甜 好吃不黏牙 一口咬下去 清香甜蜜在口中扩散 吃一口精神满满 吃一口满口流香 原料加入益生菌和多种营养丰富的坚果 用植物油代替 保证口感味道的同时啊 给您带来更加健康的美味 丰富的营养 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 随身携带很方便 随时随地补充能量 那这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漆马呢 今天正逢厂家特惠活动 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 99块钱6盒铁棍山药坚果沙漆马 数量有限 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博打电话抢购吧 那到我们男嘉宾的情感经历是如何呢 请看看 好 来 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 不幸的婚姻各有各样不幸 不过让我不解的是 我的两页妻子脾气居然都非常相似 我的第一页妻子我们过了23年 但是她的脾气不好 经常爱动手 什么菜刀的剪着呢 随手就拿 我最后选择了离婚 从提出离婚和正式分开 我们用了9年的时间 第二页妻子是经过朋友介绍 她的脾气果然相同 所以我们也选择了离婚 那主要是因为什么离婚 主要也是怎么说呢 也是脾气不好 经常拌嘴 就说一说 就离了 就分手了 后来 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相处了一段时间 但因为经济问题 最终分手了 我现在选择另一半 主要是她的工资呢 她自己支配 自己选择 我负责家里头一切生活费用 我都负责 包括一年两次旅游 冬天上南方 夏天上北方 我个人好说话 但是刚见面 就提前的女士免谈 我也不希望 因为对方拉低我生活的 生活质量 这次我会脱单吗 好的 短片过后呢 那我们回到 我们爱的选择的现场 刚才我们男嘉宾 是有两段婚姻 那第一段居然提到了 要拔刀相向 这个到底是因为点啥呀 那可是生死婚姻呢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你这也太吓人了 也没有用啥 她脾气就是不好 脾气不好 这是帮面的吗 在楼下 楼下有打牌的 我就远在看热闹 反正喊我 你干啥呢 我说没事 没个感觉回来 我就犹豫了一会儿 完他就提了菜刀就来了 那这个事我觉得 有点不可信吧 就因为 就突然的皮肥事儿了 老爷们儿在外边 卖个单 不回家 太吓人了 这不是皮肥不好啊 拿盆拿个菜刀 不是光拿 就不是冲你来的这菜刀 是吗 不是他正好就下楼不干什么 就一揪手 对 揪手 也不特意拿菜刀来 反正就是 那这个还可以 但是手递了菜刀拿个盆 那我想问一下 他就离那菜刀下来 真笨你去了吗 我一看来了我就跑了 骂呀 吵吗 他来我就跑了 我就躲了 就是他来你就走了 因为打不过人 你进我退 对 对 你修我扰 其实咱们想了解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毕竟听的是一个人所说的 对 就如果按你的说的话 那个你媳妇又找了吗 没找 没找 就你这么一形容她也找不找 我姑娘在北京 她一直在北京 过去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 可能万事都有原因 对吧 对 她可能没想 真就想举刀奔尼砍 可能就一揪手切菜刀 没工放下 就不就出来了 但是这里面男嘉宾 为什么跑了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 威慑的力量在里面 是不是 你是感觉到自己 有一定的威胁了 是你某些方面激怒了你的前妻 她才有可能去有 这样的暴力倾向 还是因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 她都看不上 她一定要让你按着她来做 这是两个方面 不是 她主要是跟我还差点 主要跟婆媳之间不合 还有我那个姐姐妹妹啥的 导致她就对我就说 最后我们俩分手 她就问我一句话 你选择你妈还选择我 我说我妈就一个 那媳妇我就选择我妈 就这么样 这不都气话吗 话感话全说这来来 跟上可能就是这样 她打着我妈嘛 所以改一个嘴巴 所以说看来 跟老人动手了 脾气真不好 这脾气不好的基础之上 我觉得对老人 最起码的尊重也没有了 对吧 另外一个 我觉得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 就是婆媳之争 实际都是因为 两个人同时爱着一个男人 一个是母亲对儿子的爱 另外一个是妻子对丈夫的爱 从开始离婚到最后 二十三年才离的 很多女士 很多就是一些人 因为她经历条件 而看上我们叔叔的 不光是她之前 那段感情经历 所以呢 叔叔呢也是一个很大气的人 她曾经吃我很多亏 所以以后 如果哪位姐姐要跟她牵手 得盯着她点 不光盯着她的钱包 也盯着她这个善良的心 因为到现在为止 她还有个朋友管她借了几十万 到现在还没还 也不想找上来就提钱的人 然后也更不希望呢 找对方有负担的 所以说呢 叔叔这个要求 也希望在场的各位阿姨 也有所了解 因为她不希望 因为对方拉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因为男嘉宾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相处了一位女士是吧 你们也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最后分手的吗 对 她不希望因为对方 拉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啥叫负担呢 就比如说有儿子了 是第一个问题 那都 那我觉得到咱们这个 岁数的都会有下一代啊 那有儿子的我就 尤其没结婚的 所以就更不能考虑 女儿的可以 女儿还臭 还可以 没结婚的女儿 对 我这想法也可能也是私心 不就是我们本身生活 也不是那么很富裕 本来就有儿子 带找个儿子 我负担有 就压力太大 就希望对方 对 希望对方 有女孩还可以考虑 对 女嘉宾您家孩子是多大 我儿子26 结婚没 没结 对 这男嘉宾的观点你接受吗 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我是 其实我很特殊 因为虽然我这么大 我今年48岁 但是我没谈过恋爱 其实我还挺 从小的找一个爱我的人 因为我想能融入到一家人当中 你的孩子 我的孩子是一样的 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但是他这种心态 那肯定不合适 所以说 虽然我儿子已经 我儿子30岁 也没结婚 我儿子已经不用我管了 所以我今天才站到这儿 明白 这个一浩姐姐的意思就是 他其实和 没有负担 憧憬的这个 爱情 爱情的一种憧憬 对 然后呢 在他的这个观念里边 孩子不是负担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儿子真的要结婚的话 需要拿多少钱 这个房东已经买完了 房子已经解决了 这问题是吧 那再有呢 现在房子解决了 还有什么 车呀 还有 彩礼呀 对呀 这也不少啊 这个现在 那得看对方的要求啊 对 这个没有太多 你别写大哥 你别写大哥 你这 你先想想就是 需要你再拿出50到100万吗 需要吗 那个倒是还没有那么大的考虑吧 因为 我儿子很懂事 因为我 我离异的 我儿子10岁我离异的 但是我儿子很懂事 就是说没让我操心 他是我儿子鼓励我 还有我姐姐啊 给我报的名 那对方家孩子30岁也没结婚 你建议不 也是儿子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 孩子 你想到这个年龄都要有孩子 不是说你也有孩子 你就 那要是说想找没孩子的 我估计 那就得找 未婚的 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 在我这儿不是问题 嗯 我同意 但这个不能 针对李嘉宾 男嘉宾同样 你就是说你建议人家 人家建议你 人家建议你 对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像我们这个年龄啊 就是都追求自己的幸福 嗯 我的观点还是那观点 孩子一定都这么大了 我们就是为我们自己活 好 就是你儿子不需要再打了是吧 我儿子不需要 对 那如果他儿子需要打 你同意不 他打 他是 他以前有急需 他可以打 但是以后呢 你工智 如果不是太多的话 那就是我们俩生活费 如果你有多余的部分 你可以打你儿子 那如果他存这里 所有的东西都清净所有 给儿子了可以吗 那你得考虑 你后半上 你幸福 需要不需要 你自己留一部分呢 对吧 就你自己规划好 对 嗯 好 男嘉宾刚才说了嘛 不想拉低生活 所以才这样的 对 我也这样想的 所以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不留 对吧 对 就是说再找谁都想 自己后半生幸福 对 我今天来的观点就是说 就是找生活有品味的男士 好的 好 五号姐姐 您举手了是吧 您家孩子成家了吗 嗯 成家了 已经成家了 成家了 我儿子很优秀 我孩子呢 我不会那么去装去 但是我肯定 你跟我怎么商量 我肯定是符合你 但是你不会因为 对方有一个 没有成家的儿子 而拒绝这段感情 不会 这个不会 好 听完之后 您现在心理状态 是一个什么样的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还是那个吗 还是坚持自己的 不是 我没坚持 我也没说别的 嗯 我说是为了两个人生活嘛 比如说你两个儿子 不但就比较重点 我觉得是比较现实 因为我们也不是开银行 开矿的 或者家银行 所以生活收入有限 你太阳儿女呢 去太寒酸了 我们家做父母的 或者是不管 也没 也基本上是父母的责任 我是这个意思 能想问一下 你儿子结婚 你打算拿多少钱 我现在基本跟我儿子 就公开都说完了 多少钱 我就给他150万 我就啥也不管 150万 你还能剩多少 还买房 不是 你是买完房 情况下给150啊 不 你从你的积蓄当中 给他拿150万 包括房车一切了 是这样的 我在沈阳给他买一套房子 我不三套房子 就是我爸一套 我一套 我儿子一套 这三套房子都是我的名下 好 你给他一套房子 对 然后我父母住一套 我一套住就三套房子 你再给 三套房子就是这么个人 你再给他 那都是我的名嘛 你再给他 我再给他就是 一百 几十万 150万就关事 含这个房子 含这个房子了 好 也就是说 这房也可以做的价 比如说八十万的 九十万的 完了剩余就给 大家带给点钱 反正就不管多少 就是那个税 就是你跟 我跟我儿子的承诺 我知道 你再找另一半之后 只不过就有这个 几十万的负担 就完事了 不 负担钱已经给他了 已经给完了 对 好 那就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对 在场的某一些姐姐 可能不知道 她之前牵手的那位女嘉宾 或者说牵手的那位女士 给叔叔带来了 是挺深的伤害 现在还有钱 没有还叔叔叔 叔叔都不要了 而且不是小的数额 当时也是因为 自己家里孩子 这事那事的 管叔叔借 你说叔叔经济条件 本身就在那里 不借也不好 再婚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钱财 还有你的生活的一些习惯 和消费观一定要摆得清楚 然后对方才有可能知道 是不是适合自己 好的 那么到底男嘉宾 对未来有哪些想法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二人世界 与照顾父母该如何选择 男女嘉宾各执一词 我也接受过大家庭的生活 我许的还是相对吧 还是过二人世界 小红娘爆出惊天大料 是为男嘉宾而来吗 可以这么理解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近视又老花 眼睛推来推去真难受 老花还散光 看东西有虫眼 眼睛特别累 随便买的老花镜 没有一副戴着舒服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镜戴镜 看远要摘镜 走路不能戴 外出还得随身戴着 要是近视眼 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 如果戴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 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 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 看一会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后来才知道眼睛花了 不戴眼睛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所以后来就去配眼镜 有的时候是在眼镜店里 都买眼镜成品的 成品感觉也是不太好 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帘啊 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 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 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 我觉得都配了四五个了 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 这个我这开车呢 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 累了就要戴上瓶光镜 车停下来想看一会手机了 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 戴上这个超市里以后 就是这一个眼镜 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 就是往眼中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 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 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 取代了我的这个瓶光镜 又取代了我的这个墨镜 哎呀我觉得这个挺好 至少出去旅游干啥 不用频繁的换眼镜呢 早上起来吧做饭吧 洗菜了干啥呢做饭吧 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干啥 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很方便也很舒服 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 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 我这眼睛没在看 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超市里新型花镜 采用渐电胶核心技术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一对一量身定制 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 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 看书 看手机 走路 开车都能戴 还可以定制防蓝光 变色 防眩光等功能 人老了 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定制新型花镜 我信赖超市里 超市里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愿看镜只需一副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001006565 预约可享受免费视力检测 免费验不护理 那么到底男嘉宾对未来 有哪些想法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父母都在 还有姐妹 我们大家庭比较和睦 我希望另一半能融入我们的家庭 一起照顾我们父母 尽管我已经六十多了 但是在父母眼里仍是个孩子 我的婚姻也成了他们最大的心事 我爸爸妈妈催我再婚 有时候老爷子甚至撵我走 生怕因为我照顾他们 耽误了我的终身大事 我把早就像提高了日常 这个女朋友必须也是笑为先 心地善良 希望我的另一半能和我一起照顾父母 如果能一起生活 那就更理想了 我的要求你能接受吗 男嘉宾呢 其实对未来的生活 还是有蛮多的想法的 但是呢里边他也着重提到了 是希望能够跟自己的父母 兄弟姐妹家人 有那种大家庭式的生活 是这样的 是您现在也是在跟父母一块住 对吧 我就是我有房子 但是我跟父母 都是单位分的房子嘛 离得也不远 你说我父母都久了多了 我也不可能我自己做饭吃 我爸爸妈妈做饭吃 所以现在就在一块住 在一块住 那如果你找到另一半的话也是 我现在我爸就总年 我说你总跟我们在一起干啥 你自己找该乘自己的家 也就是说如果你找到另一半 他是让你搬出去的 对对 而不是一块住 或者是他走 他说那意思是你选择 他有房子嘛 他有他的单位分的房子 有老房子 也得留在你所院里头 日本房子就比较旧 80年了 但是如果找另一半的话 你们就分开过了嘛 对对 各有各的房子嘛 各有各的房子 现在是为了方便嘛 在一块去 他目前他的姐妹 就是家里的姐姐和妹妹 他的姐妹离他们都很近 对都很近 然后每天晚上一家等于是五口 在一起吃饭 所以等于你要嫁给叔叔 相当于他之前那段婚姻的结构 是一样的 有婆媳关系 还有小姑子是吧 那些关系 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未来 对于自由 是有一个想法的 像刚才我们男嘉宾提到的 是希望有这种大家庭的这种 这种居住和生活的氛围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或者是喜不喜欢这样的模式 还是说就想过二人世界 来我想问一下厂商 来八号姐姐 我也接受过大家庭的生活 在一块热闹闹也挺有意思 也挺好的 那可能您要多付出点 您愿意吗 比如说 人家男嘉宾的父母 已经九十多了 那没事 我在家也得干 也是干 也是家务活什么 也都不干 您不介意 不介意 不过呢 还是偶尔的 二世纪还是得有的 明白明白 好 来看看 来 四节 实际生活挺喜欢 就是那个大家庭的这种生活 不能长时间的在一起 过年过节啊 周末啊 家里聚到一起 就有一个频率 不是一个常态 对 不能是常态 常态的话吧 讲话了 没有舌头不碰牙的 它只能有分歧 是这样的 生活的习惯啊 生活的方式 看待问题 对啊 生活的节奏都不一样 对 都不太一样 咱们有没有这个八位女嘉宾 例如 我就要求必须二人世界 最好别有任何人来参与 打扰我们的生活 对 我许的还是相对吧 还是过二人世界比较好 偶尔的跟亲亲朋友 过年过节去以下的 就是只限于过年过节 男嘉宾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因为父母不管 父母在身边 都可能就是两个楼洞 然后呢 这个兄弟姐妹也在身边 在一个小区 他们就相当于每天晚上可能就 在一块吃饭 在一块吃饭 对 每天晚上都在一块吃吗 我父母肯定都在一起做饭 基本上 他刚才说了基本上 基本上无可人在一块吃饭 不 我姐我妹是不 不就你和你妈 我说我爸爸妈妈每天在一起 我姐我妹是可来可不来 好 比如我不在家 那我姐我妹妹就得伺候我爸妈 如果她在家的话 晚上饭是必须跟爸爸妈妈吃的 人家不来 他们不在这儿住 但要在一块吃饭 那得看我们 来做饭吃饭 那我姐我妹妹就退出了 就这个意思 把父母全交给你了 对啊 那你们愿意管 你比如要找媳妇儿 言计说愿意伺候父母 不愿意让你妹妹 大姑子小姑子来 那就我们伺候父母嘛 就是说 你明白了吧 如果说我们 比如说今天冬天上南方了 那父母不一定有点管 因为我姐我妹妹就来了 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事儿 啥事儿 叔叔你没说明白 我跟你讲 在你家现在姐妹 还有她父母 还有她现在五口人吧 我跟你讲姐姐们 现在她五口人当中 最大的负担是叔叔 我就今天反 我今天反复 你说我老妈挑明了 对 今天我挑明了 叔叔在N年前 他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 做饭也不行 现在老爸老妈给他做饭 他太忙了给他做饭 然后姐妹是啥呢 我爸老妈多年我走了 他如果出差了 姐妹也是惦记父母看一眼 但是他父母 现在对他来说 就是你赶紧娶个老伴 你赶紧从我眼前消失 人家不愿意跟他在一起过 所以我跟你说 他得伺服我 对 叔叔说 您这个最大的负担 什么时候才爱的选择 牵手成功了 你家里就平静了 整了半天 他老说 孩子是负担 反正最后他是负担 对 他就是他们家庭最大的负担 对 整了半天 家里人想把你给扔过去 对 我爸我妈总捏我 你还拿啥呢 在家里伺候你 你这样 嗯 其实那我们说了 这个百姓孝威仙 这肯定照顾父母是 但是我的内心呢 最重要的一件事 找另一半必须心里头有父母 嗯 孝顺 对 我是这个意思 真的没问题 我想问一下 如果跟他在一块 你必须给老人做饭 建议不 不是长期做饭 就是回到家里了 对 就是以前是父母给他做 但是有你了 人说了 这回别让我爸做了 你给我爸我妈做 还有我 是吗 仨人 可以 就是你 就是如果你正跟他在一块了 他的父母就再也不用做饭了 是这意思吗 不是的 我说的这个不能天天吧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 如果他跟你在一块了 只要你去他家吃饭 绝对不会让他父母做了 是什么 对 那可以 那是肯定的 但我不能天天做完饭给你送过去 但是那你刚才说这个问题 那同样的问题要是发生在 人家女嘉宾身上呢 人家需要天天照顾人家父母 你咋整 不 我人家父母挺 目前来说 说你自己过瘾自己离开我 这能挺 就比如说人家女方需要照顾 那你也得跟人家去照顾 你能行吗 那我愿意去 我还愿意离开我父母 我不愿意在家 因为有姐我妹嘛 人家在家我还是个负担 看男嘉宾是真是一脸的幸福 一脸的被宠溺 为什么 因为他到现在这个岁数 父母依旧健在那么健康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所以你是这么的幸福 但是我想有一个词 特别用的好在哪呢 就是讲说你真的娶了一个老伴 领回家了之后 你也不妨再麻烦麻烦你的父母 因为为什么老人他身体健康 他健在的时候他愿意儿女去麻烦他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价值 他能够为儿女承担很多的负担 他觉得生活有笨头 这是有很多生活当中的例子告诉我们 不能够一下就觉得 你们都没什么用了 我们开始伺候你们了 老人一下就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所以偶尔的麻烦麻烦老人 让他给做做饭 让他来伺候你和你的儿媳妇 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 他会很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跟我们叔叔有共鸣的 在场上 我觉得是高夏 因为他父母还健在 而且他家也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大家庭 如果说从你们俩的般配度来讲的话 大叔叔我想说你都不用是说磨合 因为他家的模式跟你是类似的 对吧高大姐 我感觉是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六号女嘉宾 您家里也是有老人要照顾的是吧 父母身体都挺好 也都八十多岁了 也八十多岁 然后那个正像刚才那个瑞来说的 就是我父亲也是 老去上市场买菜啊回来啊 他就特别开心 对 你要是不让他去买菜 他给你做一堆你不让做不行 太不高兴 既然我们在家里都是个宝了 那今天在场上看看谁是男嘉宾的宝 好 来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现在还亮灯的四位姐姐 是否愿意为本场男嘉宾继续留灯 请选择 请选择 二号姐姐灯依然在亮着 五号六号七号八号 是否愿意为男嘉宾留灯 请选择 请选择 只有二号姐姐的灯亮着 他表示愿意跟您牵手成功 我能不能有一个疑问呢 高夏 高姐姐 高棱美女 你怎么了 就是这几年 因为我跟你讲 有一个事情 叔叔 几年前他在我们爱的选择 这个节目上看过您 而且呢 跟我们编导咨询过您的这个资料 他对您印象非常好 这几年没有踏上爱的选择舞台 他是相当于自己放弃了 再找另一半的这样的机会 因为您再次登上爱的选择舞台 叔叔 所以说我们高夏 我可以理解为六号姐姐是为男嘉宾而来吗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他灭灯了 我不淡定了 六号 你嘉宾 来 我想问一下六号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男嘉宾呢 就是那个在两个问题上我有点 哪两个问题 来 第一个问题 负担 你的那个感情好像不太定位子 是因为他房车想拉好几个人去吗 是这事不 有 也有 在这个房车之前他也好像是说话 好像是 没中您的意 对 不太认真 对 这是一个 第二一点哪地方没看你们看 第二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 我就是挺 接受不了 挺介意的 我觉得感觉 一开始给我感觉吧 男嘉宾挺善良 然后可能是说受过伤 但是呢 就是说你不能那个原先你受过伤 再把这个 就是这个情感再带露到下一个 就是好像心里就没有底 其实 其实 男嘉宾就是正向那个文文所说 我对你这样确实挺好的 然后就是说各方面都挺符合我的 通过这场相亲给相簧了 然后就是让我现在感觉就心里好像真的就是没有 而是我们 Authentube 两点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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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s 那咱俩换回思考 你是我 我是你 你有男孩没结婚 你还希望再找一个女方 再有个男孩未婚 就是现在 就我们这个世主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不像老一辈 就是好几个孩子 我们现在都是一个 培养出来的孩子 都比较优秀 就是现在 就是孩子根本 就是说自己自治能力 生活能力都很强的 所以说你想的这些吧 其实可能不现实 也可能现实 不是现实 现实不现实 而是说你对当今社会 就是说你说的话 好像就像当今社会 把那个金钱 放在首位的这一类人 你可能画到那个圈里了 再一个就是说 你就是跟现在的 小年轻人的思维 有点差不多 其实你现在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求健康 求快乐 孩子能帮多少 咱就帮多少 并不是不帮 但是你想的那些 我感觉 我还是不赞同 这个是你拒绝 他的最重要的理由吗 对啊 前面什么开玩笑的那些 都不是很重要是吧 但是感觉还是要转移的 我就是觉得 刚刚你说 第二段那个婚姻 这个 我 其实对我也有所谓的 没事 很正常 好的 那这个二号咋还灭灯了呢 我才有点走神了 他这个就是说 大家庭 我愿意过二次世界 我愿意过大家庭 就是您还是接受不了 对 虽然六号姐姐 这个在文文的爆料之下 说是之前关注过男嘉宾 为他而来 今天来到现场 算是为他而来 但是呢 可能经过我们场上的 一番这个了解 可能有一些观点 两个人是不契合的 还有一点也 我觉得是存在一些误会 可能在下边 要是聊好了的话 聊开的话 未必不能够成就一段姻缘 我认为是这样啊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关注的是 我们男嘉宾 他的心动女嘉宾 是几号 一番告白为佳人 男嘉宾能否情定现场 怎么说呢 你爱考 aeron 还是给我个机会 我们得继续相处下去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马上为您揭晓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蔓芝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左也喘 左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蔓芝 老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采摘广西大峡谷黄金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一克黄金油 要力大 要效强 好书宝牌黄金油浇碗 去得了谈 挣得了壳 停得了喘 老曼之 老壳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科学研究发现 0到4摄氏度低温条件下的冷鲜肉 微生物被有效抑制 肉质鲜嫩 香味十足 太好吃了 为了家人健康 我推荐大家使用双绘冷鲜肉 其实为什么这么大动干咯的 去问这个六号 反复地问啊 六号为你而来 而男嘉宾今天在场上选的心动女嘉宾 她的心动女嘉宾就是六号高下 李毅 沈阳仁 医生退休 所以说觉得好可惜啊 千里迢迢两个人在爱的选择舞台上相遇了 然后又互选了 然后最后 分开了 只是一些观念上的一些问题 转瞬即时 我想问一下文文 那么智推女嘉宾是几号 你别告诉我是六号 也是六号 因为智推的理由非常的简单 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 两个人的家庭非常的相似 而且呢对兴趣爱好啊 包括个人的一些职业素养啊 包括自己生活素养 我觉得她两个人都非常的契合 六号姐你有什么想说的 但是我觉得她跟那个第二任那个婚姻 好像还没有 弄清楚 还有 联系 联系是吧 赶紧解释一下 插着第二段婚姻上了 对 人家六号问你 没有联系 这第二段你们就比如说这五套房子 分割完了 对啊 对完了就 就是两套归她自己了 对对 三套还是你自己的 她陆续就都处理了 都处理完了 对 然后她现在成家没 没成家 也没成家 有可能回来找你不 那她问过我 说的我们在服务 我说的 这个事你有点想的太能什么了 房子卖完了回来找我来了 嗯 我说这个事我也没答应 你也没答应 是没考虑好还是彻底不答应 我就彻底不答应 已经 因为她的私心没放 我这边还攒钱买点的 又攒钱又买房的 你这边还卖房 首先有这个举动 那我就触掉我的底线了 嗯 如果你想争取的话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你跟六号姐姐表白一下 对 请求她是否赴登 我的感情还有点那啥 这有点冤枉我 因为我说我的第二个婚姻 从给你离婚卖房子 我们就死心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第二个这个也不存在 儿子不存在 第二个婚姻也不存在 所以我因为你这两个顾虑 都是有点误会 就这个 嗯 怎么说呢 你考验考验我吧 还是给我个机会 我们再继续相处下去 好 好 我觉得勇气可嘉 来男嘉宾来回到我们的场上 这样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交给我们的六号姐姐了 一次就好 我带你去看天荒云 还是感觉犀利 没有点 还是没有点 是吧 也就是说你依然选择拒绝 对 好 我替男嘉宾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我们录制完了之后 男嘉宾在台下 是否还可以跟您有一个联系 可以与这样的情况允许吗 增进了解 对 对 可以吗 可以 这是可以的 好的 我给你 我只能坐这儿了 只能帮你到如此 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先生我想提醒一下六号姐姐 就是你给我们的感觉 是特别温文尔雅 但是就是我们似乎有一点点感觉 就是人不能够优容寡断 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 你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男人 你可以去和他进一步相处 你就往前走 如果你觉得真的是不可以的话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所以你不要用其他的一些 道德标准来评价他 是这个意思 男嘉宾说 他说好 好 他已经同意跟我交往了 对 对 你到底交往了 你再说往了 我跟你讲 未来老师 他在下边一直想说 快别说了 再说 跟我说跑了 好的 那今天的非常遗憾 没有灯亮起 那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对 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个遗憾 对 我们很开心的遗憾 本场没有牵手成功 非常感谢男嘉宾的到来 希望在场下等待你的好消息 好消息 来吧 谢谢 谢谢 再见 同一次这样开心的全场灭灯 但是呢 开心过后我们也知道 存有一线线希望 我觉得有的时候 爱情还是需要你更勇敢一点 在台上相亲 可能要短短的半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 互相深入地了解 那即使是在台上没有牵手成功 希望在下面你们能够再续前缘 好了 本期爱的选择要跟您说再见了 我们下期